全面封锁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了 本地花卉和蔬果种植金马伦的农家们是持续遭遇重创 因为在高原上有好几个地区落实EMCO 让管制区内的大量蔬菜没有办法采收和运输 那么加上对于花农来说 现在全国花店都不能够营业 让占了金马伦总量两成 供应给国内市场的花卉也全部报销 有不少的花农每天都在丢花 甚至有小园主因为资金周转不灵 正在面对倒闭的危机 那么花农在接受八点资料报访问时就说 只要国内卖花的店家一天不重开 他们的订单就会继续被百分之百取消 那么这个窘境对他们来说 目前是还没看到终点 它封闭了 花店花当阿萨全部都被关掉 就是说可以说是100%订单都会取消 金马伦不能够出花在三个星期里面 我们的损失是3.3个million 花可以是说整片一次过九万 我父亲也算是老人家吧 他也不承认过有这种经历 一次可能只有那一次经历的东西 金马伦花农用手机给八点资料报拍来 这几天在他们的花圃里 开得特别娇艳的各色菊花 这一整片已经可以采收的花海争利斗艳 只是在大封锁后 即使这些三个月前种下来的花已经开得灿烂 但过去两个星期 整座山头时不时都会传来这样的声音 你这里生产那边就要出产 我们这里一停顿花环环相扣 它的量是非常的大 如果你不把它丢掉的话 你不把这些花处理 它会造成二次的污染 它会引发一些病虫害 在那个地方支撑 这个是非常谨慎 而且是要处理的很好的一个环节 花开得再漂亮 也是等着被丢 接手家族三代种植事业的花农梁维斯 在受访时拿着镜头拍给我们看 尽管危机当前 但他说这次大封锁丢花的情况 已经没有像MCO1.0时那么严重 因为过去一年多 花农已经更掌握到如何分散种植风险 他形容是疫情给他们上了狠狠的一刻 虽然现在在花埔里既要种花又要种菜 是逼于无奈 但花农还是愿意孤注一掷 因为我们也种花也是算是一个另类的 说得过我们就赚钱 说不过我们就亏收 因为我父亲是他也坚持了这个大概三十多 不停的苦力去说坚持下去 坚持很重要 你能熬过这个疫情的关 过后就是钱 另一位有丰富种植经验的花农刘建龙说 他大部分供应国内市场的花卉 这一次全部断了去路 让他必须想办法改变营销策略 年前这些色彩缤纷的非洲局 在大封锁下 他除了想办法卖到新加坡降低亏损 也尝试开通网上订花服务 设计特殊的防护纸盒 用快递把高原花埔里绽放的花朵 送到顾客家门 虽然这项营销方式还在试演阶段 但或多或少也对稳定业绩有所帮助 要做一些新的尝试 就是说开这个Shoppy的网店 就是一定会赚大钱 有时候很多东西就是说 我们要为自己准备多一两条路 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临时要找解决的方案 就太迟了 疫情当前恐怕没人躲得过低潮 甚至苦难 但花农都异口同声地说 不会轻言放弃 引用这期电影常说的 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 我们是非常倔强的 农民们都是从失败中学习 虽然是很多农民们 是不堪生活上的压力 但是我是看到他们是有能力 东山在一起 多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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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